老師華聰宇說這個林鄭月娥會被下台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謠言 你怎麼看 這個謠言現在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 那恐怕會成為真事實會成真 我覺得從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今天的逃犯條例正式被撤回了 這基本上是符合我們看到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之一了 今年的6月9號開始反送中的大流行 那當時林鄭月娥他們的做法是港府 我們就屈函給了立法會的主席叫做梁君彥 當時是說撤回 這種撤回的方式 然後說我們就是暫時停止這個修例的一個工程 但是沒有辦法讓這個群眾滿意 所以說撤回好像並沒有真的受終正情 群眾要的 就跟他說收回是沒辦法讓民眾滿意的 民眾要的是撤回 那開始林鄭月娥是不願意撤回 好那今天果然這個由香港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用短短的發言兩分鐘正式的就撤回了 那這個當然我覺得是中共或者是港府 向反送中的這些群眾低頭了 退讓至少退讓五分之一 對至少退讓了五分之一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說林鄭月娥可能會被換掉 那就表示林鄭月娥已經成為替罪羔羊了 我認為這兩件事情表示中南海在對香港反送中事情態度開始驅軟 那為什麼驅軟 因為長期以來這麼多的幾個月以來本來中共以為經過了這個開學之後 可能這個反送中的運動就會暫時的停歇 但是不但沒有 而且每個週末這個景民之音的衝突快速的提高 加上國際勢力的介入 把我們看到美國的眾議院通過了這個香港的人權民主法案 所以我覺得中共覺得這個香港問題 如果還是持續強硬的跟香港的群眾對抗的話 中共可能會面臨到的不只是國際的壓力 還有它國內的壓力 而且香港的運動永遠不讓終止的話 會危及到習近平在接下來看的是這個 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召開 他可能會遭到黨內大佬的指責 就我們看到現在四中全會確定是二十八號到三十一號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忽然的中共北京中南海釋軟了 我覺得這個跟四中全會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看到林鄭月娥會成為香港特首有史以來做不滿的 我們看到第一個特首是董建華 第二個特首是鄭應全 兩個基本都做了兩屆 他是連選可以連任的 好那到了第三屆梁正英 他只做了一屆已經夠慘了 現在第四屆林鄭月娥2017年當選 到最後做了兩年就要卸任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難堪 表示這個香港特首的賞位期越來越短了 未來搞不好有人只做一年 那表示什麼 香港在中共九七年回歸之後 他的治理是越來越出現了矛盾 而特首夾在中央 北京中央還有中聯辦 以及香港民眾之間更加的左字右處 他更加難以平衡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兩個人是有機會 一個叫陳德林 陳德林他今年六十四歲 他長期他其實算一個常任文官 他從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畢業之後 他又進入了香港政府體制 而且長期是在金融界服務 他最早是在外匯基金的管理局 後來我們看到了這個1993年金融管理局成立之後 他長期在金融管理局 從這個助理總裁當了副總裁 最後他在2009年擔任的總裁 那他當時在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他成功的可以說是對抗了索羅斯 所以他可以說是在金融界來講 他是有相當專業的一個背景 但是另外一位大家也看到的就是唐英年 唐英年年齡比這個陳德林大兩歲66歲 大家對他比較熟悉 他最早是擔任的是立法會的議員 後來也曾經擔任過財政室的司長 還有政務室的司長 也算是香港政府裡面 可以說是重要的一個幕僚幹部 他在這個2011年也曾經參選過這個特首 這是後來輸給了梁振英 所以他這次可能是回鍋再選 那我們知道唐英年呢 他有這個競選的經驗 所以他這次如果能夠成為一個 代替補的一個特首的話 大概也一常了 他上次沒有辦法參選失敗的一個財念吧 所以我覺得陳德林是金融專長 唐英年得有豐富的這個行政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兩位呢 如果能夠成為替代的話 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要怎麼樣去應付 目前香港群眾對於北京中央的不信賴 還有對中聯辦的業務 我們看到最近的這個好幾次的這個群眾運動 他的攻擊的對象已經是中聯辦了 所以當想整個香港的民眾 對於特區政府的不信賴 對於香港警察在這個鎮壓群眾運動的時候 過於暴力啊 等等這些不信賴 還有幫我們看到 連一個15歲的年輕的少女 他因為參加了這個返送中的遊行 後來在學校失蹤 竟然後來葬身大海 種種的疑慮 還有大家認為說香港警察 是不是有中共的武警在裡面假扮 我覺得這些不信賴趕 不管是陳德林也好 或者是唐英年也好 要去平復 那這個平復的話 我覺得要花很大的心力 因為我覺得這個裂痕 已經非常深了 今天聊的是 川喜兩人在台灣的好感度跟反感度 川普還大於習近平兩倍 那事實上習近平28號要開市中全會 市中全會要拆三顆炸彈 一顆叫做香港炸彈 一顆叫做美中貿易戰炸彈 一顆是中國內部經濟創下27年來GDP的歷史新低的炸彈 事實上這三顆炸彈也是同一顆炸彈 核心是對美的這個攻防 然而在香港內部這兩個人選服上台面不是偶然 范老師 我覺得那個唐英年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的父親在上海經商的時候 跟江澤民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唐英年 江系人嘛 對 所以這個其實也有各個派系的角力 當然我們知道林鄭月娥當然是習近平的人嘛 換下來的確很難堪 但現在變成說要棄居來保帥的話 就有這個可能了 但是唐英年 那我如果反推 所以我如果是習近平我換一個江系人嘛 那我就丟掉香港這個地盤啊 等於把香港這個地盤讓給這個江澤民啊 對 我們知道其實呢 這個習近平到目前為止 雖然他一直想要掌控香港 可是我覺得他一直立有未待 我們知道包含現在的這個港澳工作小組的 這個組長現在是韓正 他是上海市委書記啊 也是江系人嘛 也是上海幫 對 那之前的起任呢 包含我們看到的曾慶紅 也擔任過這個港澳小組的組長啊 他也是江派啊 所以我們知道江系是長期的在控制的是 港澳協調小組 那我覺得習近平其實對香港 我認為他一直沒有太大的把握 也認為江系在香港這種盤針錯節 所以包含這次的林鄭月娥的這個送中條例 他可能也在擔心你 他可能懷疑你當初叫我這個送中條例 根本是搞我嘛 你表面上好像要拍我的馬屁啊 我可以更好的控制香港 可是剛好適得其反 所以這樣這種高端黑或者低級紅 我覺得現在他對於這個 習近平對香港是如履薄冰啊 他不曉得誰跟我講的是真話 我要該相信誰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江系這樣虎視眈眈 那你看我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10月20號的港深澳大橋通車 大家說就是習近平上台之後重大政績 照理講這個通車跌跌應該在哪裡辦 不可能澳門 澳門太小了嘛 深居在中國內地 只有香港應該是最國際的大城市 如果要宣傳是習的政績應該在香港辦 結果不是 在深郡辦 而且習近平來了之後 只講了一句話就走了 港深澳大橋開通了 大家傻眼 你的政績欸 你應該到香港敲鑼打鼓吧 讓國際媒體採訪 為什麼躲到深進去 為什麼 我覺得他對香港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不信任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誰會給他弄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這個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夠接下來 但是照理這樣子說 放上一個江系人嘛 那表示他的權力 他的權威到了香港就踢鐵板 所以共產黨真正落實一國兩制 香港是江系制 然後北京是習派制對不對 至少香港跟北京就一國兩制 一綁兩制 這就落實啦